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公费的选举 而不是政治的现金 这个好像是黄教授他提出来的 就是我们现在选举都是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常常也有一些问题 那就是是不是能够由公费来支持 这个所谓选举 那么另外就是降低选举的频率 各类的选举应该予于减并 就是说不要选举的频率太高 那么另外就是修宪不碰一中 不碰证明的问题 就是宪法可能还是要做修改 但这个宪法修改一定要朝野要有共识 真正能够平行进去来谈 能够在一个民主制度当中 它能够非常有效率运作的一部宪法 那么另外就是乡政长 应该要维持由选举产生 否则地方的特质会消失 这个倒是我们纪约委员不分 不管党派 我们都是有高度的共识 那么国会多数出任 隔魁应该成为宪政的惯例 这个假如现在宪法 还没有办法修改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看很多西方国家 它可以用宪政惯例的方式来做 那么另外就是总统的选举呢 多半电视政治的辩论来避免情绪化 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这个 那么接下去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投票前一天能够禁止选举活动 当然对这一点呢 还没有那么高度的共识 但是的确有委员就这样提出 那么基本上这样的意见 也没有说特别去反对它 那么另外就是单一选区 容易造成这个三头 这个单一三头 那么复数选区呢 仍然是有它的价值 那就是我们王教授 王主任他有特别提到 就是虽然现在复数选区 好像慢慢都被改成单一选区 但是复数选区 仍然是有它的价值存在 那么另外就是说 这个总统的职权的行使法呢 那么不会抵触宪法 这是胡渊时他特别提到 因为当时有提到说 这个有总统职权行使法 会不会跟宪法抵触 他认为是不会的 就是假如有一个 总统职权行使法的话 对于现在宪法 一些治安难请的地方 可以加以规范 那么另外就是立法院的内规呢 应该要确实地去加以执行 现在很多立法院的乱象 就是它的内规 根本没有切实去执行去做 如果去切实去执行做 有些问题可能就比较好的 那么另外就是 应该修改选霸法这个内容 那么我想这个是 我们所有的委员呢 那么经过一些讨论 我是非常诚实地 把所有他们的意见 提供出来 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 如果说未来的地方派系 是跟目前的立委选制有关的话 那么对目前的立法委员选制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思考改善的空间 如果未来我们谈到还要修宪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 我跟林委员有很多这样子的讨论 其实我个人还是认为 未来立委如果要透过修宪 要改变的话 选举制度 我第一个呢会主张 席次还是要增加 目前的席次减半 113席实在太少了 那么73是个单一选区 然后34席比例代表 在比例代表部分呢 似乎还有增加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也知道 以台湾目前的政治文化而言的话 选区服务是不可能取消的 我们不可能完全走向欧洲的比例代表制 完全区域立委全部消失 全部用政党比例产生 我觉得那不太可能的 所以选区立委还是有必要存在 而那些选区立委当然选民所期待的 如果政治文化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 还是会非常期待他们做选区服务 所以我们当然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做选区服务的立委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仍然需要比较多的一些 以全国性的利益 以整体利益为考量的 所谓的全国不分区的 政党比例代表的部分 能够在立法院里面 就这种整体性的利益来继续的问证 所以我觉得两种立委可能都存在 但重点就是我们目前的 不分区的部分 比例代表部分的立委息事太少 而这个少数的几席立委 又成为政党在提名过程里面的 所谓的摆不平的书红道 并没有真正符合 比例代表制的这样的精神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未来的选举 立委选举能够改成 类似像德国的联历制 然后适度的提升 立法委员的整体的名额 尤其在部分区的部分的提升 我觉得对于立法院的议事效率 我想这是林委员最在意的 立法院未来的一个 国会的一个改革 乃至于整个的台湾的地方 的政治生态等等 似乎都可能会有 比较正面的影响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要让国会议员 让人家尊敬 那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一定要把这个国会制度改好 让他的各种功能 能退去行政院立法局 分赃 分而自知 然后这个没有办法产生 国会实质的领袖 让行政院很高兴的去可以在那边掌控 那这样的一个制度 我认为应当要改变 所以我认为国会是将来整个国家民主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 国会改造 我又用一个新的价值观 一个真正民主价值观的这样的国会 的文化价值观 来改造国会的体制 那我们未来的国会 才会运作更好 就是我们希望 这个在2030年 我们整个台湾的整个政治氛围 政治的运作 能够更加的和谐 好 和谐 好 和谐